只要跟大家都在做一樣事情的時候 我反而會覺得很慌張 我有點不敢於讓自己的生命 發揮在很平常的事情上面 我有一種很莫名其妙的吸引力 會吸引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出現在我的旁邊 大家都要走禁止場 那我偏偏要裝進 可能就是那種奇怪的戲励 然後最不小心就開了一間公司 或許我們這一代要思考的方式 反而是說有什麼新的機會 因為在舊有的制度底下去跟別人玩 是玩不過的啦 失敗風險高 創新嘛 每個人都play safe 台灣越來越沒有競爭力的原因嘛 我認為那個開始的機會最重要 就是我很喜歡做我現在做的事 4月8日週二晚間10點 公使青春的晉級二部曲 我開了一間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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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